是武帝的热度啊 武帝实在太强了 武帝不属于任何一个等级 不属于任何一个服务器 他是属于整个梦幻的啊 十八段 红八脑 160的装备想打都打不了 顶多是160系精致打个17段 现在藏宝阁在摆啊 现在藏宝阁在摆 有一个17段的野兽 野兽啊 难头在藏宝阁摆着 刘花虎摆40啊 这舔的也没谁了 没我没舔 我就是在客观描述一个事实嘛 还有也适合 除了那四架装卫以外 还可以打的130万的啊 可以打的130万的 无级别破血难头 再加上一个40 武帝 刚才的我那波分析 你再重新帮我审核一下 咱们 曾经我知道的西山老街 是合成了三次 醉了三次 17冲18失败了 咱们14段的价格啊 15段的价格 16段的价格 17段的价格啊 18段的价格 作为第一个合成18段的马脑 你觉得这个宝石值多少钱 武帝 或者你花了多少钱 这种应该不是商人给你保值接的吧啊 就自己合成用17自己合一下 合成用17自己合一下 10月23号啊 也就是 昨天过了凌晨12点以后合的啊 毕竟四个月成本花了40多万 其实成本呢 不代表售价 你们要知道成本不代表售价啊 因为有的人运气好一次合成 那他成本就是16万 对不对 有的人运气特别差啊 成本可能就是60万 所以说18段马脑的价格啊 我估计商人应该是不敢接的 你是不可能卖的 你是不可能卖的 你要喝20了 你喝20你往哪打呀 不过这种玩法 近似于幻想的玩法 就是做梦的玩法 但是理论上是有可能实现的 这个18段马脑都是 出去好几百个小号运回来的 我 shirt了 ット丢 扛 K 6 2